大家早安 秋老五真的是蠻厲害的 尤其大家感受到這兩天好像又回到累夏天的感覺 沒有錯 甚至今天也發了高溫警示在三個縣市 一樣防曬補水之外 日夜溫差就是深秋節氣 特別要注意的重點囉 還要注意的就是昨天說了一個熱帶新地氣壓 結果昨天馬上就生成了今年的第18號的洛克颱風 一樣對台灣沒有直接或是間接的影響 慢慢的在琉球的東南方 然後朝著東北的方向來前進 往日本的東南部的海域來走 所以對台灣也沒有直接的威脅 對於日本來說的話應該有間接的影響 所以還是要提醒一下 有親友在日本的話 留意一下這個洛克颱風 可能對他們的一個風雨間接的影響囉 來看一下水氣昨天在下半天 還是有下到大雨特報的等級 在哪裡呢 台南跟嘉義帶 山區的部分水氣量還是稍微比較多的 所以這幾天其實基本上白天晴朗穩定之外 下半天就是要觀察整個東部 還有山區水氣量的變化 基本上算是整體偏少 但是時不時還有一些短延時的大雨特報 所以在台南嘉義高雄等地是昨天的雨勢 比較多的地方大概下了40到60幾毫米 有時候呢 水氣量沒有符合起來呢 天氣就相對穩定 不過在山區活動的話呢 還是要注意一下下午天氣的變化 溫度降雨這幾天呢 雨區的分布呢都蠻類似的 一路到下週二之前 基本上都是高壓 還有帶一點東風的關係喔 所以天氣相對來說大致穩定 基本上都只有山區還有中南部地區 是比較午後熱區的雨勢 但是有時候呢 雨勢是少的 有時候會下的像昨天一樣稍微大一點 但是一兩個小時下完呢 就下完收工到明天 再來看看有沒有一些符合的雨勢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高溫 今天秋老虎一樣會發揮一個幾天的時間 北部中部已經來到了高溫35度 有一點累夏天的感覺 雖然沒有盛夏 但是呢 這樣的陽光紫外線還是有的 特別注意一下防曬補水 高溫景市雙北跟南投三個縣市 溫差都有10度左右 怕冷怕涼的朋友們呢 把外套在夜城穿搭一下 會是比較適合的 中部空氣品質橘燈的敏感族群不健康 下一次的變天 比較明顯的節奏就在下週三 你可以看到了目前歐洲的模式 整個風場圖呢 東北風從北方灌了下來 而且呢這個東北風 可能會影響到國慶廉假的前半段 影響時程呢大概三到四天左右 所以呢目前要密切關注的就是 下個星期的國慶廉假天氣如何 這是下週呢要來看的 不過呢還有一週多的時間 模式上都有一些差異跟變化 但大方向應該沒有太大的變化的話呢 就是下週三 東北風 北東變得濕涼 跟這幾天的秋老虎會有截然不同的天氣 所以呢先享受一下這幾天的陽光喔 週休假期 喜賽義務或是戶外活動 應該還蠻適合的 所以特別注意一下下週三過後 到國慶連假前 整體的天氣變化 再幫大家來注意囉 下時間找個音響 好